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得到啊 看得到 這麼厲害喔 是所有通靈的人都會有這個能力嗎 這個能力其實比較少見 因為應用的範圍也比較少 比較常看到的算命啊 看風水 一種的跟氣息會比較有關係 人生中你會遇到一些劫難 你的氣息會突然中斷 所以你們看一個人就知道 對 好酷喔 其實每個人都做得到啦 只要練習而已 幾乎每個老師都有跟我說 你要來練之類的 他們覺得這是你的天賦 可能需要幫忙的時候 會需要這種的出現 你是什麼宗教的啊 你一開始是道教 但是後來直接出一些西方的 比如說古樹 塔羅這一種 但是其實大同小異啦 就像電池在卸電一樣 其實是同樣的原理 追哥你在信裡面提到法力 存量會不足的意思 你的法力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會消耗它 比較常用的地方比較是 治療 是比較偏向治療 我先解釋喔 這個跟物理治療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說你是真的外傷 物理法則去修復的 那個我沒有辦法 可是如果說你是脹氣 未痛 未發現的疾病這種的 可以藉由推動你的氣息 去讓它團結 好厲害喔 你有地方痛嗎 直接實現吧 你現在法力存量夠嗎 可以可以 欸可以 你的地方痛嗎 好像沒有欸 可以直接做身體檢查 我們需要一點點扶植 現在背對著 好 那這個時候你要想像 你一個人在雲端行走 對啊這是哪一招 讓你的思緒放空 這樣你身體的氣息 才會自己飆出來 喔好 我要泄漏我中到氣了 我泄漏我中到氣了 好泄漏我中到氣了 好泄漏我中到氣了 最近都沒有去販賞嗎 最近 好像沒有啊 對啊 你的痴上算滿乾淨 天啊 你怎麼知道我都沒有睡覺 因為你的氣都沒有在動啊 是凝結的狀態 然後你的左腳應該是還沒有發生的 但是你的腳要注意一點 靠近骨盆的這個位置 然後會拉傷 是你看得到我的氣 然後這裡有一塊缺陷 對 是這麼酷 氣會分很多道啊 它像彩虹一樣會有很多顏色 所以如果你身上的氣息是完全無色的 那代表你就是一個普通凡人 簡單來說就是 但我現在是無色的 偏白 稍微有一點點的黯淡的無色 代表什麼 精神不激 是的 昨天才睡兩個小時 這個法力除了應用在治療 它也可以應用在哪裡 這個紅茶我好像移動 原理上面是做得到的 藉由物體之間氣息互相推動 可以讓它移動 你的很多影面靈動的這種現象 所以真的秀到很高強的 現在坐在這我可以這樣遙控器 然後就把它抓過來 沒有像小家做那麼方便啦 大概是有固定的法則在啦 都是哪裡去來的啊 研究出來了 其實也不是欸 會有人在我旁邊講話 這個人好像是普賢菩薩 跟三太子 因為我們以後有可能會有一個 透明大家 你知道 我有看黑語的影片 可是你自己可能要小心一點 有特異能力的人 他其實是可以控制身邊的一切 下午 下週 你對他們來說很簡單 你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要快 要準備一碗水 這邊應該有杯子吧 這其實是很常見的 就連獵人裡面其實都有出現過 這是水見識 水見識 一直叫他想著你現在有沒有問題 就OK了 在什麼時候才出現 你也太好奇了 好 不能那麼好奇 對 應該要放空就好 我兩個看到了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嗎 在我的手周圍嗎 在可以一直飛去 在可以一直爬去 你說在飄動的那個嗎 他如果形狀是不一樣的 他沒有尖角 就沒事 被病 那所以我還好 尖角 我沒事 你要確定這個地方有沒有鬼的話 隨便找一個角落 明顯陰影的地方 比如說船腳那時候 是看著 看到已經有點失焦 差不多到那種情況 影子如果是紫色 就是大概這個 因為我知道小美她 其實很特別 本身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對 那你學這些東西的根據 應該是說每個人其實都可以 是你們沒有察覺到 他正在發生 走在路上然後你跌倒了 你就會覺得 啊我可能沒才聞 所以我跌倒了 但是跌倒其實有很多種可能 比如說腳的氣息被砍斷 可是實際上你只會看到這個結果 你並不會知道它是為什麼發生 真的還是蠻有趣的 你也說你就算命嗎 你也是自己摸出來的嗎 我們講天上有命部 嗯 這東西它其實你出生那一刻 就已經寫好 所以我們只是上去翻而已 只是用翻的方法不一樣 它只會給我一些節點的部分 或者它是樹枝撐吃出來的 所以節點會讓我看到 我慢慢選它就會變成另外一個節點 中間我只能自己有猜的 剛剛跟小美呢 我們要加碼挑戰一個東西 因為物品旁邊也會有屬於它的氣 比如說紅茶的氣跟水的氣 會有些微的不同 那我們現在就要實測看看 拿三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來讓小美感受看看它的氣 猜出那個物品是什麼 第一個就找這個 大家應該知道這是什麼 我們看它感覺不感覺出來 第二個找到 差異大一點的 這個應該會有氣 樹木做的吧 最後一個 這個 在這個下面 然後我們來看 小美能不能幫我們感應出來 這下面放了什麼東西 對你可以轉了 等一下我在那個床底下 放了三樣東西 那你可以以它們的氣 判斷那三樣東西大概是什麼 我可以看到近一點點 我不會去看啦 就大概站到床邊 一個在這兒 第二個在這兒 第三個在這兒 摸的出來是什麼 轉還是硬的 摸的出來是什麼 差不多這個形狀 那可是它不是硬的 塑膠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是什麼 它有一點半透明耶 半透明 我只能比出這個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已經感覺到它是什麼 我已經感覺到它是 對對對 中空的耶 因為它好像似有似無理 感覺不是實心的 但是也不能說是中空 喔 這個好像蠻準喔 因為不會有人這樣形容一個東西 但這個東西 真的是這樣子 你先看第三個 好 毛巾 毛巾 我必須講 小美講的東西 它是有某部分上層度的相似 我來拿出來給你看 東西也這樣 它其實是這個 但有一點像耶 OK 都是紙 對 有一點像 半空半空嘛 我覺得這個蠻酷的 對 它是一塊香皂 欸 香皂的確是 不是實的也不是虛的嘛 第三個其實是 遙控器 嗯 你剛剛是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什麼樣的東西啊 開始看到的 它其實是 塑膠外殼 它又不是像塑膠這麼硬 它大概這麼大 我只能感覺到 它的形狀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沒有想到 它這樣會是遙控器 香皂 然後你是感覺到這個 比較像是 裝在一個東西裡面 有一個盒子 然後要滿不滿 但有氣泡 一個一個在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畫面耶 在被製造之前 就是流動的這樣 啊最後一個的話 直覺感覺到它很軟 可以吸水的 所以我才會直接說 對啊有點像 你有看過俄羅斯通靈大戰嗎 他們裡面也是很多通靈者 也是會去拆一些東西 有的人就是可能完全拆對 半對有的人是完全拆錯 那我可能第一步我就得被淘汰了 可是我覺得 代表你有這個能力 只是說你有沒有把它繼續修煉上去 電腦在裡面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為了通靈練習 對你可以趕快練習 而且小哥是非常東西的練習 練習之後搞不好還可以跟我去探險對不對 所以總共有幾隻 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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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